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德经》是在十九世纪中叶 不过他们不知道 这部法文版《道德经》的出版 还引出了一场不小的版权纠纷 《道德经》 《道德经》 这些语言中的语言中 这些语言中的语言中 他发布了一项 他发布了一项 这些语言中的语言中 当他发布了《道德经》 《道德经》 则在《道德经》 他批评到《道德经》 他批评了《道德经》 通过这部《道德经》的法文版 认识了老子 并对他后来的厨师思想产生了影响 1884年3月10日 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 如水一般 没有障碍 他向前流去 遇到堤坝停下来 堤坝出了缺口 再向前流去 容器是方的 他呈方形 容器是圆的 他呈圆形 因此他比一切都重要 比一切都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在读完《道德经》后感慨地说 我要是早些读这本书 也许我就不会失败了 或许这是他的大臣的一个失误 如果不是这个失误 也许世界历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表明 在世界文化名著中 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 其次就是老子的《道德经》 《道德经》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引起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而老子也漂洋过海 被美国纽约时报 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